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安 这个刚才主持人讲得好不好 我们是不是让他继续再讲到九点 这个,他刚才实在是讲得很好 各位,他好在哪里 对,他好在讲到所有的人都到了 主位,所以呢 这个,来得早呢,那不如来得巧 这个人生呢,要去谈中道 或是鲁家谈中庸 各位,这个中间并不是呢,对不对 左边右边的中间 那当然也不是呢 到底是快车道还是慢车道的中间 那你就干脆站在什么,安全岛就好 各位,这个中道呢,就是恰到好处 各位,什么叫恰到好处 这一句话呢,太难形容 各位,你做什么事情才会恰到好处呢 各位,你可以先试,你也可以继续思考看看 批试说啦 来,请教你 来,请教你 你觉得呢 到底是母亲要听孩子的话 还是孩子要听母亲的话 来,听食物的话 来,来,来 我看今天的课不用讲了 对不对 为什么今天的课不用讲 第一个人回答就这么有智慧 对不对 听我的话,对不对 钱拿出来 所以各位 所以在我们概念当中 我们有太多的问题 我们有太多的这些的一个想法 所以各位 现在并不是说呢 你不可以说孩子应该听母亲的话 各位,这句话呢 对,是父母亲在讲的 但是孩子服气吗 孩子不服气 站在孩子的角度呢 对,说呢 母亲应该也要听我的话 这个站在人伦孝道当中 有没有 这个我们天下的父母是 是不会认同的 那你说怎么办呢 各位,那你就看着办吧 所以各持己见 所以亲子之间 他们的关系就不能够融合 那各位,那这个可不可以摆平 当然可以摆平 该听谁的话 就应该听谁的话 各位,就这么简单 对,但是你听它 听它很简单 事实上是很困难 这个刚才还没 我还没来之前 就同学呢 跟我吃饭就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食物是不是每天 要拨个时间 要拨个时间静坐 我就跟那同学讲说 这个走路呢 走久了,脚酸了 你自然就会坐下 坐久了,你自然就会站起来 那你说每天该不该坐下 你说说看 我看你对我笑 你过去应该是我的贵人 对 如果过去是我的仇人 对,他现在都会瞪着我 来,你说说看 那每天是不是 要找个时间坐下 要不要 哎呀,对啊 对,各位 各位,想要坐的时候 你就坐 啊,想要站着 那你就要站 但是你今天来听演讲 你不可以讲说 我想走就走 所以把那个后面的门锁起来 所以各位 你听起来是很简单 但事实上呢 真的这么简单吗 我再做个更简单的批译一下 这个呢 我们一般人呢 最害怕的是人情事故 所以有的人不懂得拒绝 有的人呢 对,他不敢说no 但是各位 你该拒绝的时候 你应该要拒绝 但是你该答应的时候呢 对,你应该答应 这个我们班长 像他的同修 求婚 求几次 我看他的表情 是一次都不用了 你啦 你太没有行情了 那所以各位 所以人情事故 不敢拒绝别人 那苦了谁 苦了你自己 那各位 那就像什么 各位 就像你家的门 各位 你家的门不能关得举手 你家的门只要是不能关 就是你们家的用派去 所以呢 你家的门该开就开 然后该关就关 好,那注意哦 这个问题很简单哦 这个右边呢 问完 要问什么 要问左边呢 以武术来讲 叫做青龙白斧 以佛法来讲 对不对 叫做尾陀跟截然 来一下请教你 你家的门什么时候打开 进出的时候 哦 你家的门什么时候关起来 哦 对对 好 各位 接着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我往往第一个问题呢 都是很简单 那我问简单的问题 就是为了呢 对 第二个问题布局 你的门 你的心门什么时候才会打开 这个很深 你看 诶 这奇怪 诶 诸位 你注意看哦 是你家的门比较重要 还是你的心门比较重要 既然心门比较重要 那 对 所以就比较犹豫 哦 所以 对 所以就比较犹豫 对 你以前呢 有没有打开 我不管 哦 那 你现在看到我 要不要开 要 你可不可以将你不可告人的秘密 跟大家讲一下 还没想到 昨天跟班长在喝茶 他跟我讲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怕一下 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 因为他的同修就站在旁边 我以为他要讲说他有歪意 好 我怕一下 他都似乎不是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是他的存款还有多少钱 所以 所以没有人愿意将 将他的存款现在还有多少钱 对 跟我们讲 但是各位啊 如果你的人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一定会很苦 这个诸位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们为什么需要伪装 我们为什么不敢面对自己 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假 各位 我们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各位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今天去谈这个主题 今天这个主题 要从佛法谈人生的智慧 那谈到这个主题 我先做个调查 现在有学佛的请举手 好 放下 现在学了像佛的举手 各位很多人学佛 学到最后都叫佛呆子 越好越攻 不然 对 那越学越怪 那为什么越学越怪 在佛教界流行一句话 法师不作怪 信徒就不会来 所以呢 各位 所以绝大部分的人 他不见得有学佛 但是 各位 但是你千万 在你还没听 这场讲座之前 请将你个人的 这些的概念 各位 我尊重你的概念 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但是呢 你暂时把它放下来 对 听听那有没有 我跟你的分享 好 听听我跟你的分享 各位 如果呢 如果呢 佛法它是宗教 之外 我不会出家 各位 你听我讲话 有没有 像不像是宗教 那之位 那佛法是什么 之位 佛法就是智慧 那你一定讲说 师父 因为你是出家人 所以你才老王 卖瓜 然后自卖 自夸 来请教你一下 给你猜我姓什么 姓王 因为 因为是老王 你猜对 我果然姓王 但现在改姓了 来我姓什么 你猜 姓师 所以有人跟我讲说 师父 你如果拜佛祖 摄乎不能拜 我说是什么 摄乎不能拜 他说 这样对佛祖 没礼貌 我说 你都不了解 寿者 你让我给他 偷懵 他说 他最爱吃摄乎 所以各位 我每天都不能拜 我连 我连人 送我吹风机 各位 我这样人 送我吹风机 你看他是在 给我赞美 还是在给我 靠什么 来你说说看 他怕我冷 你讲对了 他就是怕我冷 所以冷的时候 可以吹吹风 你怎么那么会讲 讲话好窩心 各位我告诉你 他送我 我可以送人 当我送人的时候 那个同学 就很不高兴 他说 是我送你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送人 我说 在你还没送我之前 吹风机是你的 当你送完给我的时候 吹风机是谁的 就是我的 所以是我的 所以我就可以做主 所以你不要生气 对 那各位 那我为什么要 要这样来跟各位 来跟各位谈呢 就像刚才 我们主持人所讲的 如果呢 佛法不是智慧 各位那我不会呢 对 从过去的 我们社会上的这些心灵成长的课程 然后一直谈到我们中国的一些辱家思想 然后一直到谈到呢 对 我们一些老庄艺 这叫三选 然后最 然后最后呢 我成福在佛法 各位这叫成福 你要注意这两个字 叫做成福 各位你要看你的心 比如说表面上你的双手 不论你是拜释迦摩尼佛 对 还是耶稣基督 都一样 各位你不要以为 你真的 臣服他 各位我们常常都是有求于他 并不是 臣服他 你要察觉你的内在 各位我们真正要臣服 别人不简单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在呢 都是傲慢 各位纵使是乞丐 他有没有傲慢 各位你怎么不相信 对 你 你看到乞丐 你不不失他 他也骂你 你不失他 他也太少了 对 他也不理你 我曾经 对 我曾经看到 一个乞丐 我们一个学生那队走过去 然后就丢十块给他 他就跟我们学生讲说 笑人的笑蛋子 我们那个学生吓一跳 以为那个乞丐要开统一花票给他 那个乞丐呢 跟我那个学生讲说 你是把我招贪 现在十块 是要买什么东西 我们那个同学 吓一跳 他说对不起 不过我去跟金看看 结果金出来了 还有四个铜板 然后四个铜板 他说我只有 只有在四个铜板 然后再给他 他说 晚会 你穿的这样像人 各位有没有 穿的西装笔挺 那布施也要像个样子 对不对 如果真的没有零钱 那你就拿消费券 对不对 也就是说 那你至少也要拿一百块 那各位 那你说是什么 主委有跟你讲 国王有没有自尊心 同样的道理 乞丐有没有自尊心 各位 自尊心是帮助你 还是害死你 都有啊 好好好 对对对 来你先 你先讲 讲两个 讲第一个案例 自尊心如何帮助你 讲第二个案例 自尊心如何害你 因为你刚才讲都有 你要为我们交代清楚 不然我不要帮帮你走 来讲讲看 因为我从事的是业务工作 没有自尊心的话 没有自尊心的话 对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推销的话 当然也不会相信你 对 自尊心为害我是一位 把自己自己捧自己捧得越来越高的时候 很多的私情的真相已经看不出来 难怪我会看到你就这么优秀 因为我过去也做业务 不好意思 意思是说我过去 我别做 各位都是被自尊心害惨了 各位 各位 有两个学生吵架 他们为什么吵架 对 他们就只讲一句话 师父他伤到我的自尊心 那师父你替我主持公道 我说好我替你们的主持公道 我说好我替你们的主持公道 分享一下 所谓自尊心 看字面 自己尊重自己 就叫做自尊心 谁会伤害到你 只有你自己不尊重你自己 你才会被逼人什么 伤害 不然没有人会伤害你 那各位 那现在你记得看 什么叫做佛法 我从这两个字开始看 我们先把这个题目 先讲清楚一下 这位佛就是觉的意思 法就是方法 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 各位很清楚 佛法不是叫你 阳相对白 各位 佛法呢 也不是叫你说 对不对 只求佛菩萨 不靠自己 各位 如果佛法 只是求佛菩萨 对不对 不靠你自己 那我就送你一句话 靠山山岛 靠人人跑 靠佛 也不保 靠你自己最好 你说师父 你可以证明吗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佛假设能够度你啊 你早就被佛度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为什么还有时间来听岩浆 各位 所以佛 他要度我们 但是 如果你不伸出手来 佛没有能力度你 所以真正的 真正的主角是谁 真正的主角是你自己 各位 你自己是主因 就是主要的因素 那佛菩萨呢 叫做助缘 他只是拿对不对 助你一把 但是你自己不肯 没有人有办法 好 那 那接着你自己看 各位 那既然呢 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 那学了佛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为了让你什么 觉悟 但是各位 但是我讲觉悟 或许你觉得很抽象 失误什么叫觉悟 各位失误什么叫觉悟 那我跟你讲个具体一点 智慧就是觉悟的表现 各位智慧就是觉悟的一个表现 那你先试试看 那智慧是用说的吗 各位不要用说的 那智慧是用看书的吗 也不是看书的 那你说智慧是什么呢 智慧呢 就是你遇到问题 你可以解决 那个就叫做智慧 你遇到问题 你可以解决 那个就叫智慧 来接着 那我现在就做一个实例就好 做一个实例 我再请教你 因为你做最近 你结婚了吗 还没 隔壁那一位跟你有没有关系 有 你头发了这么多 都戴帽子 我没有头发 这个帽子是不是应该是我戴比较适合 那我现在假设一个问题 假设一个问题 你们智慧有没有船可以划 不知道 你是哪里人 你是哪里人 你是台南人 现在住高雄 那智慧有没有船可以划 你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抱怨他 他都没带你到智慧 去散步 他没有 对不对 这就是你不对 所以你今天听懂听不懂 不重要 只要我促成你比较重要 现在举个例子 你的太太跟你的母亲 对 掉到湖里 你要先救谁 对 掉到湖里 你要先救谁 我会投何自尽 我为什么投何自尽 你说说看 对不对 因为我两个人都没有能力救 对 就好像我很想救你们两个 你觉得我有能力吗 你现在讲 对 所以我会投何自尽 各位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这边聊天 对不对 各位 很简单的概念 比如说我讲的好不好 对不对 所以那不是重点 我只将我所能够明白的 用这个经由的时间 尽量跟你分享 对不对 对 那其他都不是 其他都不是重点 也就是说 对出你有帮助 有利益的 我一定毫不保留的 跟你分享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一样 所以你现在不要转移话题 来你要先救谁 先救谁 你也没有智慧 对 没有智慧 像我没有智慧 我就投何自尽 所以各位你看 我为什么要直接问你这个问题 各位这个听起来这个问题是两难 现在不是这个问题是两难 人生的问题都是两难 所以你说对还是不对 各位你现在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矛盾 你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矛盾 各位我们说我们的内在就好了 每个人内在都喜欢啊 对不对快乐 但是偏偏都是痛苦 每个都希望家庭幸福 但是确确往往都制造不幸 你说人生到底矛盾 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那所以各位 所以你要去解决问题啊 解决问题就叫做智慧 所以我现在来举一说明 我说智慧不是用嘴巴讲讲 那没有用啊 然后那叫口头尘 智慧呢就是用来解决问题 所以 所以有人流行一句话 有佛法就有什么 办法 各位这一句话不夸张 这一句话是真话 对 但你会觉得说 是我学了很久 但是我好办法 各位那你就要忏悔 也就是说你不明白佛法 也就是说你白学 你懂佛法 对 懂佛法为什么有办法 佛法就是智慧 因为以智慧来解决问题 所以懂佛法就有办法 很清楚 相当的一个清楚 好 那各位那你说 那你说那我学了佛法 要要做什么 各位 我已经讲过了 你学了佛法 对 就是要让你自己变成一个 那个有智慧的人 充满慈悲的人 内心清静的人 如果你人生没有智慧 各位 诸位 人生你这一条路怎么走 所以有的每个人人生都不不一样 各位你人生这条路呢 对 到底呢 是幸福还是坎坷呢 我问一下 来 换你 换你换你 对 你人生这一条路是平坦还是坎坷 都有 你也懂武术对不对 那我问你 是不是因为你 你命中怎么样 是还是不是 那也不是 那为什么都有呢 为什么 那请一下 对 不顺难道是因为你的八字不好吗 顺难道是因为呢 你的命盘好吗 我现在已经讲到两种命理了 对 那还好难道是你心中棒吗 对不对 也不错 难道是你的血型啊 对不对 优良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还可以 难道是你的 对不对 主坟 有没有 风水地理家吗 来开始回答 你不说 我就不说 我刚才是胡说八道 什么都被我说 各位 我刚才只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胡说八道 你的人生要为自己负责任 请你不要找任何理由跟借口 你不要推给所有的这些概念 各位我跟你讲 你真的不要再逃避 你真的不要逃避 你 我们既然当人 你就要为你的人生负责 对 不要 对 不要谈说到你命理怎么样 各位 人生 这条路之所以平淡 是因为你有智慧 所以平淡 人生这条路之所以坎坷 是因为那你没有智慧 所以坎坷 就这么简单 那其他那都是你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 他完全不对 不负责任 那各位 所以 所以谈到这里 我们接着才要去谈什么 谈人生智慧 所以呢 各位每个人 每个人呢 对 他都知道 他的人生他应该怎么过 那怎么过呢 对 他才会好 但是他偏偏呢 对 就过得不好 那他为什么偏偏就过得不好呢 各位 我谈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认识自己 我给各位呢 三四秒 你想想看 你人生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不认识你自己 来我做个调查 现在已经认识自己的 请举手 现在认识自己 超过六十分的 请举手 六十分就好 对对 难 不简单 终于找到一个 认识自己六十分的 各位 我问六十分的给你听听看 你只要打出六十分的功力 那你就及格了 六十分的功力 好 我请教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可以吗 可以啊 对对 你这一辈子到底要什么 请你回答 九十 八十 七十 现在我就没有六十分 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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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啊 是 啊 现在有没有六十分 我 对不对 这个没有标准嘛 对不对 我就问你一句 一个六十分的答案 啊 你觉得这个问题重不重要 重要哦 你今年贵根 哦 对 那你什么时候才要 想清楚这个答案 那那既然说这样我们下课 那就是继续混沌就好了 对不对 对 啊你还来听课 就继续混沌就好了 哈哈哈哈 那不是要偷得聚的 对 那是要偷得快乐的 哦 对 聚的人一般哦 哎 都不会快乐 所以各位 所以开始开始来谈啦 要 要去谈人生这一条路 开始要谈啦 嗯 各位早点早点清楚自己 各位早点清楚自己的意思是什么 对 各位你不要急以哦 为你 为你自己定下的理想跟目标 为什么 因为你往往这样都是好高无言 你往往这样都不切实际 你往往这样啊都跟着别人的价值观在起舞 各位要定目标跟理想之前一定要看自己 看自己 你看清楚自己啦 你的目标跟理想才能够定位 好 就像就像很多同学跟我讲 他说那是我没有能力帮助众生 我说你讲这一句话 好 那我要请教你几个问题 好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来 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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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 你 你 来 什么叫做能力 你说多看 能力 哎 对 哦 对对对对 那这样你有没有能力帮助众生 可以 对对对对 那你可不可以将你的能力现在讲出来给我们听 因为我现在也急着你帮忙 嗯 嗯 我的声音就可以帮人 啊 对对 我讲得很好 来掌声好不好 哇 哈哈哈哈 那我现在回答你我的能力好不好 我 我的能力就是愿意听你讲话 各位一个会讲话一个会听话 对不对 那你说师父都是你们两个人的两个人的的事 没有你们有事啊 你们会掌声啊 哎 各位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能力 所以微笑就是一种能力 各位能力并不是说呢 对 你 比如说呢 哎呀 你能够去帮助什么 各位不是这个意思 对我有能力 看到路边 对路上有一颗石头 我有能力把它剪开 因为这颗石头 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但是我有能力把它剪开 我虽然没有能力哦 跟一个陌生人哦 去开导他的观念 但是我有能力呢 对知道那个石头 我会害别人 我有能力把它拿走 那诸位 那你说哪一个比较伟大 你说哪一个比较伟大 你说得看哪一个比较伟大 多伟大 各位 既然都伟大 那就叫做平等 诸位 你能够明白平等 你的心就清净了 但是各位 但是你的内在 为什么会基 为什么会基督呢 你的内在为什么会羡慕呢 你的内在为什么会自傲呢 你的内在又为什么会自卑呢 你的内在平不平等 各位 如果平等 你一定不会有这些的内在的概念 对还是不对 各位你看 所以表面上哦 我观察过呢 这个 这个学生很久 只要在上课我问他哦 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智者 也就是说 大家都很用心去回答 但是回到大家里面呢 他所回答的答案 跟课堂上回答的答案一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再请问一个问题 请问几个小朋友 三个 老大几岁了 二十七了 你认同行行出状元吗 认同 如果你老大改天跟你讲说 妈我今天去应征一个工作 来演练一下 妈 我今天去应征一个工作 来 关心一下 你就直接问我啦 对啦 问我啦 我相当喜欢 对 妈你知道我应征什么工作吗 对啊 你都不关心我 我一直在什么工作 我一直在什么工作 对嘛 你都不关心我这个 对吧 我是过去你的儿子 你都不关心 对不对 我应征什么工作 你知道吗 不然你当我儿子好啦 对 既然是行行出状元 对 那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嗯 妈 我今天去应征的工作 我很喜欢 什么工作 对 我要去应征啊 怎么叫人死人骨头 你可以认同吗 我认同 你真的可以认同 真的可以认同 你现在还有烦恼吗 对 所以以上你所讲的话 我不太相信 各位对 因为 如果你都能够认同 那一定是一个开悟的妈妈 有没有前途啊 对 对 我就喜欢啦 喜欢就好了 那你环绕什么 那所以你的答案就不能成立 各位有时候你不要骗你自己啦 对表面上你又很开明 但是不是这样 你真开明 没有 嗯 各位 如果你深入去剖析你的内在 你会猜到很多问题 是你表面说好 事实上内在是不好 为什么 因为又是两难 因为又是矛盾 人的心永远都是这样子 他永远摆不平 直到呢 他有智慧的那一天 才能摆平 你不要骗你自己的 你真的不要骗 所以各位 没有智慧你就摆不平 各位 人生哪里不平 不是外面的路不平 是你的心不平 所以我们外面 所以我们后面 那位同学 叫做心平 对 对 因为他就是摆不平 对 嗯 嗯 那各位 所以现在探讨这里 探讨到这里的话 那我们如何才会有智慧 来大家思考一下 那我们如何才会有智慧 各位刚才听啊 对 我们班长 啊 班长也很有智慧啊 各位你为什么看 你为什么知道他有智慧 各位你刚才听到他那讲话 就觉得很有智慧 若是刚才你在打磕 所以没听到 你只要看到他的头滑 你就知道什么 很有智慧 哈哈哈 啊 来 那我先问 我先问班长 嗯 怎么样才会有智慧 你不会想说 请明天来上六祖谈讯 哈哈 来来来你回答 怎么就很有智慧 要明辩是 谁在明辩 自己是谁 自己是谁 现在是在金气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来各位 我知道班长的意思 因为他眼睛已经告诉我了 因为他已经修炼到眼睛告诉我 我就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 各位怎么样才会有智慧 我跟各位分享 认识自己 就有智慧 各位 什么叫悟 就是了解自己的心 了解自己的心 就是了解自己 你了解自己 你智慧 自然就会升起来 那各位 啊你说 各位你说他简单 还是困难 来 你说说看 对 对 为什么 说说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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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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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婴儿的时候 你们认识自己 婴儿的时候 你们认识自己 所以各位 哎呀 对 要 要认识自己 对 很多人怎么认识自己 很多人他可能透过那些算命认识自己 对还是不对 对还是不对 各位 请一下 面算出来 是不是认识自己 是还是不是 不是哦 各位你可以 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去给他算命算完之后 是不是你就认识你自己 你不要以为说 透过算命 你就能够认识你自己 啊 各位不是 各位不是 各位不是哦 你认识你 不是你认识你自己 而是那个算命的老师哦 认识你 哎 认识你什么 对 认识你啊 认识你 你不知道 你再来 嗯 好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有很多人 找很多的什么 很多分析自己的什么工具 各位 现在哦 现在 不论从心理学 还是从对超心理学 或者说你透过那对催眠 或者说你透过一些武术 各位 很多人都透过这些管道 来了解自己 诸位 这个不叫做了解自己 这个叫做什么 你反而更迷失了你自己 各位 为什么叫做你反而更迷失了你自己 各位了解自己哦 它不抽象 嗯 所以 你要了解一棵树 请你观察那棵树 你要管 你要了解野生动物 请你观察野生动物 你要了解你 就请你观察你自己 诸位 了解自己的方法 从这里下手 很单纯 相当的单纯 一毛钱都什么 一毛钱你都不用花 你也不要劳师动众 你也不要到处跑 你只要愿意观察你自己 就观察了外面那棵树一样 除非啊 除非你不想了解你自己 但是当你观察你自己下去 一观察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到呢 人性 人性是什么的呢 对 人性到底 是光明还是丑陋 你说说看 不好回答 你有没有观察过你的内在 你的内在是光明还是丑陋 不好回答 我替你回答好不好 你免得了 对不对 我问你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还是那句话 不好回答 各位我跟你讲 你观察请你要生动 不然你一定会误会 各位我跟你讲 你一定会误会 当你观察里面 再一观察下去之后 你首先会发现到自己也很丑陋 很少有人观察自己 看到自己的光明 对 只要一观察下去 你就看到自己的丑陋 平常也看到别人的丑陋 对 但是如果呢 你只看到这个层面 各位 那我就跟你讲 你观察错误了 为什么说你观察错误 你的答案啊 就是 对 人性是丑陋的 人性是自私的 各位 假设你观察到这样的答案 请问一下 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 请你告诉我 对你的人生只是负面 对不对 对这个世间 反而觉得 觉得很无奈 你的内心只是那对 会更加的什么 心灰意能 所以各位 你应该再观察下去 你就会发现到那对 各位 人性它不是丑陋的 人性是什么 人性是 矛盾的 它不是丑陋的 它是矛盾的 各位 它为什么 它为什么矛盾 它永远都 一以熊掌 不能得监 但是你观察到这里 你也 你也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没有 你有没有开智慧 没有 你反而掉入更加的 刚才那一同学所讲的 对不对 混沌 混沌的人 就要吃一种面 你说多看 什么面 混沌 也扯太远了吧 好 来 所以各位 所以接着你应该再观察下去 原来人性是怎么样 原来人性的矛盾 是来自于无知 因为我们内心是无知的 各位 无知什么 两个 第一个 不了解自己 第二个 不认识环境 这两个要操 对 其他的都白操 你知道吗 各位 这两个要操 不了解你自己 不认识环境 你接着 你在思考看看 如果你能够突破你的无知 你的智慧 就会从无知变知 你就会从环绕 就转菩提 你就会转回来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谈 各位 那什么叫做 各位什么叫做认识自己 那什么叫做 叫做认识环境 这个是为 很多没有学佛的人 但是他们都很喜欢惨 很多人喜欢看惨的书 对不对 包括企业当中 他们都有什么惨事的管理 或是呢 对 惨事的一个生活 那现在呢 全世界当中呢 都很流行 对不对 静坐 或是 对他们所认为的惨坐 好像很流行 但是之外 他高不高升 皮特先讲的 他既高升 他又很平缓 对懂的人 叫做平缓 对不懂的人 他叫做高升 各位 他的关键事实上 就在这里 那你先去看 你先去看 对不对 中文字幕——YK